人们打开了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的棺材 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是一个装酒的玉绝 看来他们是至死也不肯放弃这种奢侈豪华的公平生活的 这是中国唯一被拍成电影的考古发掘 也是这座帝王陵墓唯一的影像资料 此时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名万历皇帝的陵墓 定陵也成为了我国第一座计划 并且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 万历皇帝陵墓的发掘在国内外引起了渲染大波 然而叮铃的发掘起初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唯独考古学家郭沐若不停劝阻执意要发掘 最后酿成了中国考古史上一大悲剧 叮铃的发掘成为了郭沐若职业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抹去的伤痛 然而在发掘过程中诡异事件更是频频上演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郭沐若背上了十几年的骂名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走进这段尘封了66年的珍贵影像 1958年9月6日 一条由新华社播报的爆炸性消息震惊世人 明十三零中定零的入口被找到了 消息已经传出 就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哄痛 其实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 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涵 吴涵是研究明朝历史的专家 当他联合郭沐若等考古专家 共同拟定了一份 请求政府同意发掘十三零长零的计划 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 发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 但在随后举行的研讨会上 这一计划却遭到了 以国家文物局长 郑振夺等考古学家的反对 因为他们认为 这样大规模的发掘皇陵 以往并没有先例 是否能成功 没有十足的把握 此外 发掘出土的文物该如何保护 也是他们担心的问题 最终在郭沐若等历史学家的再三申请下 有关部门综合双方意见 决定暂时不发掘 十三零中价值最高的 株地顶目 长零 而改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定零 进行试验性发掘 考古队之所以最终把定零 确定为试挖掘目标 源于一次偶然事件 在勘探的过程中 有人发现在定零城堡一处城墙的上方 墙砖已经塌陷下来 露出了明显的裂缝 于是考古专家猜测 这里很可能就是连接定零地宫隧道的入口 考古队决定 根据这一线索 开始进行试探性发掘 1956年5月 视觉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在定零宝城的内侧 也就是发现成砖拖落的相应位置 挖开第一条探钩 然而当探钩刚刚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 让人水料未及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们在墙壁上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石条 只见石条上赫然刻着三个大字 隧道门 难道这里真的就是地宫隧道的入口 带着兴奋的心情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 经过十几天的清理 他们果然在城墙下方发现了郡门 同时也在探钩两侧 发现了两道砖墙 在两墙之间还有一条隧道 一直延伸到宝城深处 由此专家判断 这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隧道 然而就在他们发现入口的时候 原本乾空烂理的天空 突然狂风大作 下起了大暴雨 这也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如果继续向下发掘 就会对地宫中的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于是经过专家们的简单商议 他们决定开挖第二条探钩 然而发掘工作刚刚展开 考古专家们就有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物 在历史学家郭穆若的带领下 数十位考古专家 涌入万历皇帝的定灵 由于他们不专业的行为 直接导致了两千多件国宝级文物 瞬间消失殆尽 剩下的一千多件文物 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因为此次考古事物 周恩来总理甚至直接下令 以后凡是帝王级别的领目 全都不允许主动发掘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56年5月 考古专家决定开挖第二条探钩 然而刚刚开始发掘 一位考古人员意外发现的一小块石碑 只见上面刻着一行字 此处至金刚墙皮16丈 身三丈五尺 这时一位专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石碑很有可能就是地宫入口的指路石 但是有的专家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石碑很可能是万历皇帝 用来防止盗墓贼的迷路石 可以让闯入者有来无回 就在所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名专家说道 我们就按照指示走 说不定就能找到地宫的入口呢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他们按照指路石发掘 还真挖到了石碑记载的金刚墙 这让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万历皇帝就不怕有人盗结自己的皇陵吗 莫非地宫中有更加厉害的机关 十三陵所在的地宫 都被深埋在陵墓最隐秘的位置 地宫内的详情 一直都是帝国的秘密 中国古文献上记载 许多帝王为了保护陵墓不被盗绝 都在墓中设有复杂的暗器机关 一旦有人闯入 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机关 就会立即启动 在一瞬间就能夺走闯入者的性命 那么在电灵这面巨大的金刚墙后面 会不会隐藏着这样的机关呢 1957年9月 考古队员带着焦虑的心情 开始拆除金刚墙 很快金刚墙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经过谨慎的观察 考古队决定先派一个胆子大的人 进入地宫一探究竟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进入地宫 就在这时 有人提议用抓揪的方式 决定谁先进入地宫 然而抓揪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突然一道闪电 把明楼上面的座兽 直接劈成了两半 随着座兽的脑袋应声落地 大家纷纷认为 这就是万历皇帝发怒了 是在警告考古队员 但是发掘已经进行一半 已经没有回头一说 就算是硬着头皮 也要发掘完毕 很快抓揪结果就出来了 被选中的考古队员 提心吊胆地进入地宫 只见整个地下宫殿的大门 用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 即使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地下埋葬 依旧光泽如新 洁白如雪 但是大门却被自来石 死死地顶住 为了打开大门 考古队员用一根铁丝和木板 一点点支开条石 最终打开了地宫的大门 那么这座地宫中 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 西石珍宝呢 人们打开了万历皇帝 和孝端皇后的棺材 这是一顶用金子做的皇冠 这个碗是用一块玉做成的 它的盖子是用金子做的 这是一个装酒的玉绝 看来他们是致死 也不肯放弃这种奢侈豪华的 公平生活的 万历皇帝怎么也没想到 三百多年以后 自己辛辛苦苦修建六年的地下寝宫 还是被考古专家给挖开了 并且还将皇帝生前挚爱的西石珍宝 毁坏一大半 死之品更是直接消失殆尽 这也成为了郭沐若一生抹不去的伤痛 当考古队员进入地宫以后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 砌成的石头宫殿 前后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 分布着三座大殿 前殿 中殿 后殿 考古队员首先进入的就是地宫的前殿 前殿的地面上铺满了条状的木板 木板大多已经腐烂 经过翻越大量史料才知道 这是当时入葬时 为了避免沉重的棺果压坏地面 而使用的电板 考古队员穿过长长的前殿进入中殿 一些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 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座椅 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 座椅上雕有龙形图案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所以以前是用来祭祀的器皿 这口盛满的黄蜡的大瓷缸 就是许多民间传说中的万年灯 皇帝们希望自己的灵情 也能像生前居住的宫殿一样 永远灯火通平 而这三百年前点燃的烛火 不知何时就已经熄灭了 考古队员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前进 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 与紫禁城中的皇宫相对照 后殿相当于皇帝生活居住的寝宫 万历皇帝的棺果被发现后 没有立即打开 因为在棺果周围 还有各种放置陪葬品的木箱 急需清理 这些木箱几乎全部腐烂 露出了精美的陪葬品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许多陪葬的七米 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他们的生命力 显然比自己的主人更持久 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材板 这是中国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为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果 只见他的身上覆盖着一层金色织紧 在织紧下面 身满满一棺材金银珠宝 考古队员足足清理了十一层财宝 才发现了万历皇帝的事故 但是尸体经历三百年的 侵蚀早已复朽 经过考古人员的艰苦工作 地宫内的所有文物 都被成功清理出来 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 地宫中总计出途的文物 达到了三千多件 其中有少量祭祀用的礼器 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 和他的两位皇后 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物品 然而这些奇珍异宝出途以后 却全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尤其是那些精美的丝织品 由于仓促地打开地宫 在一瞬间接触到空气以后 开始迅速地氧化和碳化 有些甚至直接消失不见 万历皇帝的克斯龙袍 更是在发掘现场直接碳化 现在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 都是经过专家复制出来的纺织品 这是一顶三龙二凤冠 金凤斩赤飞翔 金龙口弦朱堤 造型十分华丽 关上足足镶嵌了三千多颗珍珠 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技术有限 有很多文物还没被发掘 就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叮铃的考古发掘 也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 最惨重的一次发掘 同时这次考古发掘 也让郭沫若背负了后半生的骂名 对此你们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